三天前宣布的2022年財政預算案推出繁榮稅 向賺取暴利的大企業開刀 結果今天股市一開始馬股就暴跌 30大宗旨成分股幾乎人仰馬翻 富時龍宗旨更一度猛挫36點 根據今天的交易記錄 拖累宗旨狂跌的股項分別有國油石化 大眾銀行 聯昌國際和豐龍銀行 以銀行股居多 開市原本報1545點的富時龍宗旨 截至下午5點閉市時收報1530點 雖然跌幅收窄 但依然下挫31.39點 此外 繁榮稅的餘波也引發拋售潮 為令吉匯率帶來壓力 閉市時同樣貶值到4.14令吉對1美元